在美国,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,他们对中国有着陈规救念却不自知。 当然,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,与美国没几长年挖曲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。 美国女孩蒂娜里维拉蒂娜Rivera在从中国回国后,日常所做的事情之一,就是向人们介绍真实的中国。 在美国,我是这样维护中国人的。蒂娜说,蒂娜毕业于博恩科特高中,在今年,她利用暑期的时间访问了中国。 蒂娜说,我在中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,我喜欢住在那里,生活很棒,食物很美味,在人们一对一交流时,中国人是我遇过的最友好的人。 在中国,用手机可以做很多方便的事情,我喜欢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,住的宾馆也非常舒适。 现在,我已经回来两个月了,但是我都想杀了自己,因为我无法再兴奋的吃中国菜了,我只能大处告诉别人我在中国的经历。 我告诉很多朋友我在中国所经历的神奇的事情,但是,我在面对现实的时候被打了耳光,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实在太不了解的。 为了我心中的爱,在美国,我是这样维护中国人的。 我的一些朋友问我,哦,你去过中国是吗? 狗肉的味道怎么样? 啊,我没有在中国的菜单上看过狗肉。 是的,他们不吃狗肉。 我回答,不,他们吃狗肉。 你只是不知道,他们可能说,这是牛肉或者其他什么肉。 他们很固执。 这个时候,我会很认真的说,我很抱歉。 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中国,你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 但是我去过,当我和一个朋友到一家梅甲沙龙。 你说中文吗? 我的朋友问女店主,然后转过头对我说,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,但是他们总是那么粗鲁,他们从来不用英语说话。 然后他模仿某种形式的亚洲语言。 我很生气,说,这家店的主人是越南人,在战争中,他是难民。 他被送到一个营地,学会了一些技能,这样他就能有工作了。 我觉得他很酷,因为他能够在美国赚钱。 其次,如果你不能分辨东亚语言之间的差异,请不要认为他们是中国人。 然后,我又告诉我的朋友,即使中国人不说英语又如何,选择用中文是他们的自由,你知道江愁是什么意思吗? 如果你用当地人的语言语言沟通,会更想念你的家乡。 我对所有我认识的美国人说,中国人和我们一样,是人类,他们同样有情感,需要工作,要支付他们的账单。 他们也有压力和忧虑,美国人不要像无知的人一样,奇怪中国人的一些行为。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,我一直感受到欢迎和舒适,很多人欢迎我来到中国,人们对语言障碍也很有耐心,想帮助你到任何地方去。 中国人这样对待我们,为何我们不能投投投暴力,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们? 是的,中国和美国有一些文化的差异,但是请不要用定性观念看他们,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他们,爱他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